美国总统布什12号发表声明表示 他相信美国人民和他一样 对于这次地震中的罹难者感到难过 他强调全体美国人民都会为中国 赢和救灾进展祈祷 另外美国在成都的领馆没有受到影响 也没有传出美国人员伤亡 白宫表示目前中国并未要求美方援助 但以美中友好的关系 美国随时愿意提供必要支援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分别致函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对四川省汶川县遭受严重地震灾害 表示诚挚慰慰 希望灾区人民生活恢复稳定重建家园 俄罗斯罗美德韦杰夫表示 在必要情况下 俄罗斯将向中国地震灾区提供帮助 法国总统萨科奇则是希望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有限 并坚信中国有能力战胜灾难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2号在联合国的记者会上 对中国四川发生的地震灾害表示关注 他当天也致电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 向中国政府表达同情与慰问 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 潘基文表示 相信在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领导下 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而联合国将全力支持中国的救灾 以及人道救援工作 华人情 华人事 欢迎收看华文大直播 我是谢亚邦 社会新闻工作者 今天的心情只能够用沉碰两个字来形容 在经过一天的抢险救援之后 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伤亡灾情陆续传出 那么目前已确认的全国死亡人数 逼近了一万两千人 虽然地震震中汶川县已经透过卫星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 但是该县仍然有超过六万人杳无音信 而其他重灾区 都江县 棉竹 棉阳 德阳 北川等地 也陆续传出新的伤亡报告 如今通讯中断 道路受阻 设备不足 许多地方不再是余震不断 还下起了绵绵细雨 甚或是暴雨 都再再增加了救援难度 交集 痛心 惊慌 恐惧是灾民们现在的处境 中央已经全面启动了救援工作 各地的物资也远远不断地涌入灾区 但是灾区之大对于受贡民众来说 罹难与幸存似乎只在一线之间 而现在我们就要带您全方位关注 四川地震的最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星期一晚上 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 全面部署四川地震的救灾工作 要求解放军 医疗人员等各相关单位 全力地投入救灾 拯救伤者以及救助灾民 那么由于这次四川地震的灾情相当地严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星期二是继续在地震灾区 都江院视察 那么各路救援队伍是争分夺秒 抢救被困的民众 但是暴雨和余震给救援增加新的难度 四川都江院市受灾严重 其中两所学校和一间医院完全倒塌 当地市民说 野蛮在其中的人分别都达到了数百人 数百名家长焦急地守候在学校废墟外 希望自己的孩子早日脱险 而就在这时 愚震再次发声 家长不顾危险依然在现场守候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周一早上亲自到都江院市街头 探望在大雨下依然逗留在街上的民众 与群众握手慰问 随后温家宝前往都江院市新建小学查看救援现场 救援人员正努力拯救被埋在瓦利下的小学生 温家宝还为他们送上救援物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这次7.8级地震的震中是在四川省的汶川县 那么由于道路全数的中断 因此在汶川县的民众虽然用微信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 但是目前根据了解还有6万人是杳无音信的 那么我们的记者也在赶往汶川的路上 立刻与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和润风联系了解最新的情况 润风你好 现在到底到汶川的这个道路打通了吗 好的 亚方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从都江县进入重灾区 汶川的一条必经要道 为了确保整个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有关当局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已经封闭了这条道路 禁止任何闲杂车辆进入这一区域 不过在今天上午我们还是通过徒步的方式 是前往拍摄和采访了一些泥石头现象比较严重的灾区 相信大家通过刚才的画面就已经可以了解到当地灾情的严重性 不过在此时此刻在我身后50米的地方已经站了一排武警 当局已经进一步加强了整个对当地交通的管制力度 禁止任何车辆和人员进入我身后的这一片区域 而在这个现场这个地段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 这当中除了有当地的灾民之外 还有很多是特意前来希望能够参与抢检工作的一些志愿者 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很多是侥幸逃生的 从灾区侥幸逃生而来的一些当地的灾民 那这些灾民事实上大部分都是经过了十多个小时 甚至二十多个小时的这个投资罚射才来到这里 而在今天的晚上十二点钟的原本的话呢 是要开通这一条我所在的这条道路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推土机呢 是正前往这个灾区进行长检救灾工作 原本预计呢再重复一遍 原本预计呢是在今天晚上的十二点钟呢 可以开通这一条救灾物资的运输通道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是否能够达成这一目标呢 我们还不得而知 刚才我们也采访了这个我身后的这些武警 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 说十二点之后这条通道呢是否能够开放 而且呢记者以及当地的民众是否能够通往这一区域 另外呢我们也从一些侥幸逃生的灾民口中得知呢 说他们认为说根据他们的观察 事实上重灾区的一些泥石流线上比较严重的灾区呢 整个的这个抢险救灾的工作呢 似乎还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 所以呢有关今天晚上的十二点钟 会不会成为改变整个灾情的关键所在呢 我们也会拭目以待 也会在前方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详细的报道 家方 好的我们谢谢润风来自去汶川路上沿线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但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当地还不断的下着雨 肯定是为抢险救灾工作增加了难度 那么目前修复通往重灾区汶川的路上生命线要道 也成为了当务之急 那么当局已经向广大的市民发出了呼吁 要求这个首要是保证从成都到都江堰快速通道的畅通 以确保救援以及抢险工作能够顺利的展开 像这样长长的裂缝 在成都通往重灾区汶川的213国道上时常可见 损坏和倒塌的建筑遍布马路两旁 有车辆被滚落的巨石击中车体严重变形 更有民众为地震中失去的亲人痛哭 而为了挽救更多生命 救护车救援车在都江堰市内川流不息 但是运输救助物资到汶川的唯一一条生命线公路 却被山体滑坡所阻碍 在我身后由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 已经完全堵塞了国道213线 而这条路正是从成都通往汶川的唯一条路 根据了解像这样的山体滑坡 在我身后还有好几处 保障生命线的畅通是当务之急 目前工程抢险部队正在全力以赴 排除堵塞道路上的山体碎石 确保医疗救援物资能够快速送到汶川灾民的手中 但是连绵的细雨延缓了救险的进程 不过有消息指 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指示 抢险部队力争在今天午夜12点之前 修复通往汶川的交通要道 凤凰卫视 仁刃 何润峰 郑嘉靖 都江堰报道 好 凤凰卫视记者也各路前往了各个冻灾区 那么进行采访报道 那么我们的记者胡林也特别赶往了另一个灾区 德阳 并且独家采访了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我们立刻 你好 雅芳 目前德阳的情况如何 那么郭伯雄做出了一些什么样抢险救灾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是在前往德阳的途中是意外碰到了车队 那么我们一路是跟都下去才发现这个车队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车队 那么他这次特别是率领到石方市来进行一个考察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在石方市是有多所的中小学校的坍塌 另外两个化工厂也发生了严重的泄露事故 那么在接受独家专访的时候郭伯雄就表示说 他这次可以看到军队和人民群众一样是非常的着急的 特别是他自己新鲜来到这里看到受难的民众 让他也感到非常的悲痛 他强调说解放军要按照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军委的安排 已经是派出了大批的部队 那么有的正在从内地向这辆自己开进 那么特别是今天也是特别是派出了1400名的空降队的部队 那么他也强调说虽然灾害虽然是无法抗拒的 但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他强调说只要是有军队在 那么民众就可以是放心了 他强调